对旧约时代神的子民来说 埃及既是友邦也是敌国 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 真像是一对小冤家 有的时候好得几乎分不开 有的时候却又翻脸不认人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关键人物是谁呢 是埃及王法老 在埃及最古老的王国时代 法老只是用来称呼埃及的王宫 到了新王国时代的第十八王朝 图特摩斯三世把法老当作颂赞的词语 开始用在国王的身上 而到了第二十二王朝以后 就变成埃及王的正式头衔了 神的子民根据这个字眼的埃及语发音 把它翻译为法老 在旧约圣经里面 一再提到埃及王法老 不过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 法老是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 也是专制的君王 他们掌握着全国的军政 司法和宗教大权 法老甚至自称是太阳神之子 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化神 神的子民最早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和埃及王法老有接触的呢 这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兰 创世纪十二章写着 当亚伯兰七十五岁的时候 耶和华在哈兰呼召他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去 当时和亚伯兰同行的 有他的妻子萨莱和侄子罗德 他们到了迦南地不久之后 遭遇到很大的饥荒 亚伯兰就南下到埃及去逃避饥荒 由于萨莱容貌俊美 亚伯兰担心埃及人会为了要夺取萨莱 而把他杀了 所以就要求萨莱说 他们是兄妹关系 结果法老的臣仔看见了他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 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扑币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萨莱的缘故 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法老这才知道原来萨莱是亚伯兰的妻子 于是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位法老没有伤害亚伯兰 也没有收回曾经赠给他们的牲畜和扑币 埃及人夏甲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 进入了亚伯兰的家 成了萨莱的使女 后来亚伯兰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 萨莱也被神改名为萨拉 当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 神照着应许使萨拉生下了以萨 以萨四十岁娶了利百家 利百家后来为以萨生了双胞胎儿子 以嫂和雅各 而雅各晚年的岁月全是在埃及度过的 雅各曾经娶了两个妻和两个妾 共生了十二个儿子 排行第十一的儿子约瑟 特别受到父亲的宠爱 以致引起哥哥们的度恨 哥哥们有一天逮到机会 就把他卖了 约瑟被辗转卖到埃及去当奴隶 由于约瑟敬畏神 神就使他在埃及经历许多磨炼之后 最终成为埃及的宰相 后来在全地大饥荒的时候 约瑟把雅各全家大小七十多人 接到埃及去避难 当时的法老因为约瑟对埃及大有功劳 就非常善待以色列人 我们看到神的子民早期的祖先 与埃及王法老之间 关系十分良好 法老也算得上是他们的恩人了 《出埃及记》一和二章写着 约瑟死了之后 又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 看到以色列人已有上百万人口 感觉受到威胁 就开始奴役他们 周围法老甚至想杀死和淹死 所有以色列人生的男婴 不过 他的这个恶计 反而促使婴儿摩西 竟然成了法老女儿的养子 当神的子民在埃及住满了430年 神也听见了他们的哀声 就派摩西和亚伦去拯救他们 《出埃及记》5到11章 非常生动地写下了摩西和法老之间的对话 法老一直不肯放走这些廉价的劳工 以致神不得不降下十灾 一个比一个厉害 直到最后的杀长子之灾 才迫使法老放人 不过 他后来又反悔 等到以色列人去到红海边上的时候 法老带兵追上他们 神迹使行神迹使红海分开 让以色列人走过海底的干地 平安地到达对岸 而埃及全军则在坠下红海之后 却被流回来的海水淹没了 这个时期的法老和神子民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了 等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建立国家之后 在最初的统一王国时期 尤其是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 以色列国已经和当时的埃及 同时称霸天下的强国 所罗门王还娶了埃及的公主 为他建造宫殿 在这段时期 神的子民和法老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了 所罗门王死了之后 以色列国一分为二 总的来说 南北两国的国力已大不如前 而埃及也渐渐被后来崛起的 亚述和巴比伦比下去了 表面上看起来 北国以色列后来是被亚述灭的 而南国犹大后来是被巴比伦灭的 不过 仔细去查考旧约的历史书就会发现 这两国的灭亡都和埃及有关系 因为这两国遇到有外敌来侵犯的时候 都会想去投靠埃及 而埃及因为自身难保 常常实信 《猎王记》下十七章记载着 北国的末代君王和西亚被判 差人去见埃及王索 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 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索尽 囚在监里 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 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 京城撒玛利亚最后被攻破 北国也灭亡了 至于南国犹大 他的最后三位君王是约亚进 约亚金和西底加 他们都是行恶的坏王 历代之下三十六章写着 埃及王尼戈干涉南国的内政 废了约哈斯王 另外立了他的哥哥约亚进做王 埋下了王国的伏笔 不过 这些欺负神子民的外邦强国 后来都被神消灭了 埃及虽然没有被灭掉 但是后来就衰微了 有关埃及的强盛到衰弱 其实神早就透过先知预言了 在以西节书三十章六节写着 耶和华如此说 扶住埃及的也必倾倒 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 必降地位 我们从埃及和法老之家的事迹看到 我们所敬拜的真神 是统管万国万民的大主宰 无论是哪个国家 或者哪个人不敬畏真神 都不能够因此逃避他的掌管 而凡是属真神的子民 也必定都会在他的眷顾之下 不必畏惧敌对者的侵害 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好好地持守住 我们的信仰不被动摇 正如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写着 主耶稣提醒说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我必须注意 于连机